我們有一個很特殊的文化 面子 憲良跟共產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為什麼把今天局面搞到變僵局 那如果您上任你會跟北京談嗎 所以我常說柯文哲是各方可以忍受的人物 最大公約數 沒有到公約數 最大忍受數 華人事件你知道 有一種 我每次說有兩個問題 政治是符號的行為 simple simple behavior simple behavior 再來就是說 政治符號行為 另外就是說 在華人世界你知道 我們有一個很特殊的文化 面子 所以現在中國如果覺得說 我跟民進黨談就是沒有面子的事 後面就很難談了 所以每次說 這個就是政治上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不要走到僵局 一旦進入僵局很難解 我覺得說實在想 民進黨跟共產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為什麼把今天局面搞到變僵局 其實共產黨不敢跟民進黨談 所以每次都設那個條件 千決條件 根本民進黨不會接受 那如果您上任你會跟北京談嗎 基本上我到時也還好就是說 因為畢竟我跟中國大陸沒有那麼大的衝突 所以我常說柯文哲是各方可以忍受的人物 最大公約數 最大公約數 沒有公約數 最大忍受數 就是三方都可以忍受的 以前李登輝總統有個名言 他說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 您覺得您竟然是這樣的人物 沒有我跟你講 但是我在從政的經驗裡 真實的世界是不滿意但是可以忍受 可以忍受的 所以說要從承認 要從承認到三個派對 可以忍受的 可以忍受的 所以是這樣 這個政治上還是一個原則 不要走到僵局 走到僵局就很難弄 所以 最初的情況 或最初的情況一定要設定好 你那個一開始的最初的情況 設定不對的時候 哇 後面就很難處理 所以從醫學的概念來講 預防容易 治療困難 困難 所以要先預防 今天老實講 兩岸不應當走到今天這種僵局 這樣僵局就很難下去了